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八条 只让人顺服他 而不是顺服真理 顺服神 二 有些人一旦听说别人 要插手监督他的工作 他是什么态度 监督可以 我接受监督 过问也行 但你要是真监督的话 我这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我放不开手脚 你总说了算 让我做执行者 那我就没法做了 一山不容二虎啊 这是不是一种理论 这是狄基督的一种理论 说这话的人是什么性情 是不是狄基督性情 什么叫一山不能容二虎啊 上面过问一下都不行 若是上面不过问 你做事就不违背真理了 过问一下你就能做错事吗 上面就能把工作搅黄了 你们说上面辅导工作 过问监督工作 是为了工作做得更好 还是做得更坏 更好 那为什么有些人 就不接受这个更好的结果呢 狄基督性情支配的 对了 这就是狄基督的性情 不由自己 他负责的工作 别人一旦过问 他就不是滋味 觉得自己的利益 分摊给别人了 自己的地位权利 分摊给别人了 他就不舒服 他觉得自己的计划 步骤被打乱了 这还能行 上面提拔一个人 与他配搭 他就想 我不打算用这个人 可上面硬说这个人好 给提拔上来了 我心里别扭 跟他怎么配搭 怎么一起做工作呀 上面要是用他 我就不干了 他嘴上这么说 事实上 他真能放下地位吗 他放不下 他就是较劲 谁做什么工作 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了 不凸显他了 脚踏的局了 他同不同意 不同意 比如 上面提拔一个人 或者撤换一个人 他心里怎么想 这也太不给我留面子了 也没通过我 我大小也是个官 怎么就不提前 跟我说一声呢 这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你是谁呀 这是你的工作吗 第一 这不是你的地盘 第二 这些人都不是跟随你的 为什么非得把你当回事呢 这合不合乎真理 合乎哪条真理呀 上面提拔一个人 或者撤换一个人 是有原则的 为什么提拔人 就是工作需要 为什么撤换呢 就是不需要了 他做不了这个工作 你不撤换 还不许上面撤换 这是不是胡搅蛮缠 有些人说 上面要撤掉一个人 那显得我多没面子 你要撤换谁 背后跟我说一声 我撤换他 这是我的工作 是我分内的事 我撤换他 让大家看到 我能看透人 也能做实际工作 这多光彩呀 你们有没有这想法 有些人 有些人就要这个脸面 就讲这个理 这能不能行得通 能不能说得过去 神家做工作 一方面是按照真理原则 一方面是根据实际情况 没有越不越急的事 尤其是上面提拔撤换人 或者做某项工作的辅导指示 更没有越不越急的说法 那狄基督为什么挑这些毛病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不明白真理 就用人的头脑 还有世界上那一套程序 来衡量神家的工作 另外 他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保全自己 自己得有面子 他做什么都八面玲珑 不让下面的人 看出他的任何毛病缺欠 他得包装到什么程度 让人看到他无懈可击 什么败坏缺欠也没有 上面用他是合适的 弟兄姊妹选他是合适的 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是不是想这样啊 这是不是狄基督的性情 这就是狄基督的性情 刚才咱们交通的是狄基督的一条主要表现 狄基督做工作 不允许别人插手 顾问监督 不管神家怎样安排人跟进了解 监督他的工作 他都会采用各种方式拦阻拒绝 比如有的人上面交代给他一项工作 多长时间也没有一点进展 他到底有没有在做 做得怎么样 中间有没有什么难处 问题 他也不跟上面说 没有任何反馈 有些工作着急不能耽误 但他做事拖拖拉拉 拖了很长时间也没完成 上面就得过问 这一过问 他脸上挂不住了 心里就抵触 这工作刚交代完十来天 还没摸着头绪就来过问 上面对人要求也太高了吧 这一过问 他还挑起毛病来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 你们说 上面过问 这是不是很正常的 一方面是想了解 工作进展的情况 还存在什么难处需要解决 另外还想了解 做这工作的人素质怎么样 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 做好工作 上面要知道实底 多数时候是在这种情况下 过问的 这难道不应该吗 上面就怕你不会解决问题 做不了这项工作 所以才来过问的 有些人对这种过问 就很抵触 很反感 不愿意让人过问 只要有人过问 他就有抵触 有猜疑 他总琢磨 为什么总是过问 了解呢 是不是不相信我 看不上我 要是不相信我 就别用我 他对上面的过问 监督 总不理解 还有抵触 这样的人 有没有理智啊 为什么不允许 上面过问 监督呢 为什么还能 抵触反抗呢 这是什么问题 他不管自己 尽本分 有没有果效 会不会影响 工作进度 他尽本分 不寻求真理原则 自己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不考虑工作的 果效与效率 丝毫不考虑 神家利益 更不考虑 神的心意 神的要求如何 他的思想是 我尽本分 有我的办法 套路 你别要求我太高 也别要求太细 我能尽本分 就不错了 我不能太累 太苦 他对上面 过问了解工作 都不理解 这个不理解里面 缺少什么东西 是不是缺少顺服 是不是缺少责任心 缺少忠心 他尽本分 如果真能负责任 有忠心的话 那上面过问工作 他会不会排斥 他就能理解了 他如果真不理解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把本分 当成职业 当成饭碗了 以此来捞取资本 同时 也把所尽的本分 当成了得赏赐的条件筹码 只做点面子 活应付上面 根本没有把神的托付 当成自己的本分义务 所以 上面过问 或者监督工作 他就有反感 很抵触的心理 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出在哪 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就是他对待 这项工作的态度 是错误的 他只考虑 肉体安逸舒适 只考虑 自己的地位脸面 而不考虑 工作果效 神家利益 丝毫不寻求 按真理原则办事 如果他真有点 良心理智的话 就能理解 上面的过问 与监督了 就能从心里说 幸亏上面过问了 否则 我总凭起异形式 会影响工作果效的 说不定 还能把工作搞砸了 上面给交通交通 给把把关 还真解决了实际问题 这可太好了 这就证明他是负责任的人 他怕自己一个人担当工作 万一出现差错漏洞 给神家工作造成损失了 没法弥补 这个负责任 这个负责任 这个责任承担不起 这是不是一种责任心 这是责任心 也是尽忠心的表现 那些做工作不让过问的人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既然这工作交给我了 那就是我自己的事 我的事我做主 不需要别人管 他就自己琢磨 由着性子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怎么做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做 谁也别想打听 谁也别想知道实情 你问他 那事办得怎么样了 他就说 等着吧 你再问 进度怎么样了 他就说 快了 你问他什么 他只说两个字 他就两个字两个字地往外蹦 多一个字都不说 一句准确的话 具体的话都不说 跟这样的人说话 是不是感觉恶心呢 这明白着 就是不想跟你多说 你问多了 他就不耐烦了 就这点事还一个劲地问 好像我做不成事 不是那块料似的 他就不愿意 他就不愿意让人问 你若再问下去 他就说 你拿我当驴马使唤呢 你要是不相信我就别用我 你要用我就得相信我 相信我就不应该总过问 他就是这种态度 他是不是把这项工作 当成自己的本分来尽 底基督不把工作当本分对待 而是当作得福 得赏赐的筹码 只满足于效力 就想换取福分 所以他做工作 他做工作就是应付糊弄的态度 他做工作不想让别人插手 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脸面 他认为他尽的本分 做的工作都归属他个人 是他的私事 所以他不许别人插手 另一方面 他如果把工作做好了 就可以邀功情赏 如果别人插手 功劳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了 他就怕别人抢他的功劳 所以他是绝对不会同意别人 插手他的工作的 狄基督这样的人 是不是自私卑鄙的人 他不管尽什么本分 都像做自己的私事一样 不管自己做得怎么样 他都不想让别人插手参与 如果做好了 功劳也只能归给他一个人 免得别人在他的功劳上 工作成果上有份 这是不是很麻烦 这是什么性情 这就是撒旦的心情 撒旦做事就不允许任何人插手 他做什么事都想自己说了算 他就想掌控一切 谁监督谁过问都不行 谁插手谁干预更不行 狄基督就是这样做事 他自己无论怎么做都不许别人过问 他怎样按相操作 谁也无权干涉 这正是狄基督的表现 狄基督这么做 一方面是性情 一方面是性情太狂妄了 另一方面就是太没有理智了 一点顺服都没有 还不许人监督他 检查他的工作 这真是魔鬼做事 跟正常人做事完全两样 任何人做工作都需要人配搭 都需要人帮助提点配合 哪怕是有人在监督在观察 这都不是坏事 这是必须的 万一打个地方出差错 让旁观者看出来了 把问题及时解决了 避免了给工作带来损失 这不是帮了大忙吗 所以聪明的人办事 他就喜欢有人监督 旁观过问 万一自己出了错 别人给指出来 能及时纠正 这不是求之不得的事吗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 是不需要别人帮助的 只有得自闭症 抑郁症的人 才喜欢独立 不跟人接触 沟通 人一旦得了自闭症 抑郁症 那就不正常了 他是不由自己 如果人理智 思维都正常 但就是不愿意 自己跟别人沟通 做什么事 都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想偷偷摸摸地做 在私下里做 搞暗箱操作 别人怎么说也不听 这样的人 是不是敌基督 这就是敌基督 以前我见过一处教会的带领 我见到他就打听 弟兄姊妹尽本分的情况 我说 现在教会里 还有没有搅扰 教会生活的人 你猜人家说什么 还行 还好 我问某某姊妹尽本分怎么样 她说 还好 我又问她 她信神几年了 她说 还行 我说 这张桌子摆着不合适 得挪个地方 她说 考虑考虑 我说 这块地 是不是该浇水了 她说 我们交通一下 我说 这块地 今年种了这个作物 明年还种着东西吗 她说 我们决策组有计划 她就这么答对你 你听了什么感觉 你听明白什么了 得着什么信息了 一听就是糊弄你 拿你当傻子 当局外人 到底谁是局外人 她不知道 外帮人管着叫 反客为主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说 你们这里这么多人住 房间空气流通不好 应该安个风扇 免得太热了 容易中暑 她说 我们商量一下 凡是我告诉她的事 她都得商量一下 交通一下 还要考虑考虑 我无论安排 安排什么事 说什么话 在她那儿不算数 对她来说 都不是安排 不是命令 她不执行 那她把我的话 当成什么了 参考建议 我是给她提参考建议的吗 不是 我是告诉她 应该这么做 必须这么做 难道她听不明白吗 若听不明白 那她就是二杆子了 她不知道自己 是什么身份 是尽什么本分的 这么多人在这住着 屋里没有空调 又不通风 你不给安风扇 你是什么智商呀 你赶紧回家吧 你是个废物 神家不需要废物 人没有全懂的 但可以学习 有些事我不懂 就跟人商量 说 你们觉得怎么做好 可以提建议 有些人说 觉得那么做好 我就说 行 按你的吧 反正我也没想好 怎么做 按你的来 这是不是正常人性的思维 这叫相处 人与人 人与人之间相处 不要分你高 我低 谁露不露脸 谁听谁的 不用分这个 谁的对 谁的合乎真理原则 就听谁的 你们能不能做到这点 有些人做不到 有些人做不到 底基督就做不到 非得听他的才行 这是什么东西 别人提就不行 提的合理也不行 他知道对 知道合理 但只要是别人提出来 就不行 非得他提出来 他就高兴了 就这点是 他还要争个 你高我低 这是什么性情 敌基督性情 他对地位 名望连面 看得太重了 看重到什么程度 比他的命还要重要 就是没命了 也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与名望 敌基督这类人 做任何工作 都不允许别人插手 过问监督 这个不允许有几种表现 一种干脆就是拒绝 你不要干涉 过问监督我的工作 我做什么工作 我自己负责 我心里有分寸 用不着别人管 这种是直接拒绝 还有一种是表面接受 说 行 咱们交通交通 看工作怎么做 但真要过问 了解他的工作 或提出一些问题 提出一些建议 他是什么态度 不接受 对了 他干脆就不接受 找各种理由 借口 把别人的建议给否了 把不对的 说成对的 把对的 说成不对的 其实他心里知道 这么说是强词夺理 这么说是唱高调 是理论 根本就没有人家说的实际 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明知自己是错的 别人说的对 他也得把别人那个对的变成错的 把自己这个错的变成对的执行下去 他不允许正确的合乎真理的东西 在他这儿贯彻落实下去 这是不是把教会工作当儿戏 当玩笑 这是不是不接受过问监督 他这个不允许 不是明目张胆地告诉你 不许插手我的工作 他外表没这样做 但他的心态是这样的 他会用一些手段 表面看着很敬钱 说 我们正需要帮助呢 你来了 给我们交通交通吧 上层带领以为 他是真心的 就跟他交通 说说实情 他听完了 就在心里琢磨 你是这么看的呀 我得跟你理论理论 把你这个看法给反驳了 否定了 我让你蒙羞 这是不是接受的态度 这是什么态度啊 这就是不容许别人插手 过问监督 监督他所做的工作 既然 既然底基督能这样做 为什么还给人一个假象 表现出接受的态度呢 他能这样欺骗人 说明他太狡猾 他怕人看透他 尤其现在有些人 有点分辨 他如果直接拒绝 别人的监督帮助 人家就能分辨 看透他了 他就失去脸面地位了 以后也不容易 被选上带领工人了 所以 在上层带领检查工作时 他就假装接受 说点好听的 银河的话 让大家觉得 你看我们的带领 多敬钱 多寻求真理呀 我们的带领 为我们的生命着想 为教会工作着想 尽本分能负责任 我们下次还选他 让人想不到的是 上层带领走后 狄基督又说出 这样一番话 检查工作的人 说的话都对 但是不一定符合 咱们教会的情况 每个教会的情况 不一样 咱们不能完全听 他的话 咱们得根据 实际情况 来参考他的话 不能死套归挑 大家听后觉得 他说的对 这是不是被迷惑了 狄基督一方面 说点好听的话 假装接受 别人的监督 紧接着就在内部 做迷惑洗脑的工作 两方面同时进行 他有没有手段 太有手段了 他外表说得好听 假装接受 让大家认为 他对工作挺负责任 能放下身段 放下地位 不是专权的人 能接受上面 或者其他人的监督 同时 他还给弟兄姊妹 讲清利弊关系 讲清不同情况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不接受别人的插手 过问监督 还要让弟兄姊妹认为 他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是对的 是合乎神家工作安排的 也合乎做事的原则 他作为带领 守住了原则 教会中明白真理的 毕竟是少数人 多数人肯定没有分辨 看不透他 自然就被他迷惑了 比如 有的人因着特殊原因 失眠了 彻夜未睡 同样失眠 两类人 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一类人 白天赶紧找机会 睡一会儿 不让别人知道 自己一宿没睡 这是一种情况 这就是实情 没有什么存心 另外一类人 是吃饭的时候直打盹 告诉大家 我一宿没睡啊 别人问 为啥没睡啊 他说 在网上聚会 发现工作 存在一些问题 因解决问题 就一宿没睡 一个劲儿宣扬 自己一宿没睡 难道他一宿没睡 是不情愿的 他跟大家表白什么呀 这一表白 里面是不是有事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要把这事告知天下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受苦了 一宿没睡 他信神 恳赴代价 不贪想安逸 以此博得弟兄姊妹的同情 认可 他做这点表面文章 收买人心 就能让人高看他 在人心中有威望 一旦有了地位 那肯定说话就有权威 说话有权威了 是不是就能享受到 地位所带来的特殊待遇了 你看这机会 他把握得好不好 你们一宿没睡 或者熬夜 跟别人说不说 说的时候是无意的 还是带着存心说的 是跟个别人顺口说说 还是大肆宣扬 做修啊 顺口说说 顺口说 没什么存心 这不涉及性情问题 有意说 跟无意说 这在性质上 绝对是有区别的 狄基督做事 不管是表面上 接受别人的插手过问也好 还是直接就拒绝 别人的插手过问也好 总之 不管是什么方式 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抓住地位权力不放手 是不是这个动机 是 对了 好不容易得着的权力 好不容易得着的地位 威望 绝对不能让他 就这样随随便便地 在无意之间溜走 不能因为任何人插手 过问他的工作 来削弱他的势力 削弱他的权势 他们认为 尽一项本分 接受一项工作 那不是什么本分 自己也用不着尽什么义务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权力 手下管了一些人 有了权力 就不用询问任何人了 而是就有机会 有权力 自己做主了 他们看待本分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还有些人做工作 当上面询问他的时候 他就走走过程 做做表面文章 问一些浮皮潦草的事 好像他是寻求真理的人 比如说 有一个人明显地 做了打岔搅扰的事 他问上面这样的人 该不该处理 这是不是他分内的事啊 他问上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你一个假象 让你看看 他连这样的事都问 这就证明他没有闲着 他在做着工作 只是制造个假象迷惑你 其实他心里也有一些实际问题 不知怎么交通真理解决 也不知该实行哪些原则 或者处理人方面 或者处理事物方面 都有看不透的地方 但他从来不问 不寻求 这些事他心里也拿不准 那是不是就应该问问上面呢 拿不准看不透 还盲目去做 后果是什么 他能不能预测到 他能不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担不起 那他为什么不问呢 他不问这里面就有考虑 一个是怕上面发现 这点事都处理不了 这点事还问素质不怎么样 这不就让上面看透我了吗 另外如果问了 上面的决定跟他的观点有冲 冲突不一样 他不好取舍 如果不听上面的 上面会说他违背工作原则 如果听上面的 会损害他个人的利益 所以他不问 他有没有考虑 有考虑 这么考虑的是什么人 这就是敌基督 不管是他问的还是不问的 不管是说出来的还是心里想的 都不寻求真理按原则对待 他凡事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能让上面过问的 知道的都是哪些事 一点都不想让上面知道的都是哪些事 他自己心里有谱 都划定了一个范围 分了两类 那些不起眼的 威胁不到他地位的事 他就跟上面浮脾潦草的说说 来应付上面 能威胁到他地位的 他只字不提 要是上面问到了怎么办 就几个字敷衍你 嘴上说 行 我们商量商量 我们再找找 满口答应你 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 表面挺顺服 其实心里另有盘算 没打算让上面做主 也没打算咨询上面的意见 让上面做决定 或者向上面寻求什么路途 他就没打算这样做 就是不想让上面插手 不想让上面知道 那上面一旦知道了 对他有什么威胁 地位不保了 不仅仅是地位不保了 而是他的打算 目的就行不通了 这样他就不能 名正言顺地作恶了 不能名正言顺地 公开地 明目张胆地 按照自己的打算去行了 他要面临的是这个问题 那他能不能意识到 该怎么做 对他有利呢 他肯定是有思想 有盘算的 你们是不是也会面临 这些事 那你们怎么想 怎么对待这些事 比如有一个人做了带领 就得意忘形 总爱在人面前显露自己 让人高看他 遇到一个他熟悉的外邦人 要跟他借一笔钱 那人把自己说得很可怜 他头脑一热 一激动 就答应人家了 答应之后 还心安理得地认为 我是教会带领 教会的钱 就应该由我说了算 什么神家的 教会的 什么祭物 我当官 那就我说了算 这财物也归我管 人事也归我管 都是我说了算 于是就把神家的钱 借给外邦人了 他做完这事之后 心里觉得有些不安 就考虑该不该跟上面说 如果跟上面说了 上面有可能就不同意这事 他就开始编谎话 找借口来欺骗上面 上面给他交通真理原则 他也置之不理 就这样犯下了 私自挪用祭物的恶行 这样的人 为什么敢在祭物上打主意 你仅仅是一个教会带领 你有权利管 祭物的事吗 祭物 财物的事 你能说了算吗 如果你有正常的人性理智 是追求真理的人 该怎样对待神的祭物 涉及祭物的事 该不该向上面反映 看神家怎么决定 这么大的问题 上面有没有知情权 有 这是你心里应该清楚的 是你应该具备的理智 财物这方面的事 无论大小 上面都有知情权 不问便罢 疑问必须如实回答 不管上面怎么决定 都应该顺服 这个理智 你是不是应该有 但是狄基督能不能做到 不能 这就是狄基督与正常人的区别 如果他想到这事 上面是百分之百不同意的 他的脸面要受损 他就想方设法地包着 不让上面知道 还把下面的工作都做好 说 谁要是透露了这事 就是跟我过不去 我跟他没完 我非收拾他不可 这狠话放出去 就没人敢跟上面反应了 他为什么能这么做 他认为 这是我权力范围之内的事 只要是我管辖内的人钱物质 我就有权调度分配 他调度分配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他随意安排 乱用乱发 没有原则 任意挥霍浪费 谁也无权干涉 都得他说了算 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当然他嘴上没有这么明确地说出来 但是心里绝对就是这么想的 当官是干什么的 当官不就是为了钱 为了吃和穿吗 现在我当官了 我有这个地位了 我要是不利用我的权力 随意做一把 那不是傻吗 他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他有这样的性情 能这么认为 他才敢肆无忌惮地 不计任何后果的 想方设法地隐瞒这事 是不是这么回事 他就不衡量这是对不对 怎么做合适 原则是什么 他不考虑这些 他只考虑 他的利益谁来保障 狄基督阴险自私卑鄙呀 卑鄙到什么程度了 用两个字来形容 无耻 人不是你的 东西不是你的 这些钱财更不是你的 你想据为己有 自己随便支配 别人连知情权都没有 甚至你随便挥霍浪费 别人也无权过问 这到什么程度了 无耻啊 这是不是无耻 这就是敌基督 一般人涉及到钱财 他心里会有一个什么底线呢 这是神的祭物啊 祭物是神选民奉献给神的 那就是属于神的了 土化教私有财产 是属于神的 就不是属于公家的 也不是属于哪个人的 神家的主人是谁 是神 对 是神 那神的家都包括什么 包括各处教会的神选民 包括所有教会用品财物 所有这些都是属于神的 绝对不属于个人 任何人无权占有 狄基督会不会这么想 他认为 祭物让谁管就是谁的 谁有机会捞招就是谁的 作为带领就有权利享受 所以他一直极力地追求地位 得到地位之后 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为什么追求地位 如果让他老老实实地带领神选民 做什么事还能有原则 只是教会的财物不许动 神的祭物不许动 他还能那么积极地往上爬吗 绝对不能 他会被动地等待顺其自然 他认为 选上我就做 好好尽本分 不选我 我也不巴结水 我也不为这事说一句话 做任何的事 正因为狄基督觉得 做带领就有权支配享受教会的所有财物 所以他为了得到地位 为了享受地位所带来的这一切 他绞尽脑汁地往上爬 到了无耻的地步 什么叫无耻 就是做不要脸的事 就叫无耻 若有人说 你那么做多不要脸呢 他都不在乎 心想 什么不要脸 谁不喜欢地位呀 有地位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掌控前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你知道那种享受吗 你知道那种优越感吗 你体尝过吗 这就是狄基督内心深处 对地位的看法 狄基督一旦有了地位 就要掌控一切 他把神的祭物也控制在自己手里 教会工作哪个地方用钱 他都想说了算 他从来不询问上面 他成了神家钱财的主人了 神家变成他的家了 他有权说了算 有权支配 有权随意给这人给那人 有权支配每一笔花销 他们对待神的祭物 从来都不是小心谨慎地 按原则办事 而是大手笔自己说了算 这样的人就是地道的地基督 对此之外